所以后继时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他们在理论界提出了这样一个干领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在做潮汉 那你之后的,不要陪我,就是说是不是,是主要会让华上什么样的,就是后继时的主题 后继时只是一个方法,不是主题 后继时是什么,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还完全是没有一个,目前还不是一个什么改变 后继时吗,他就是这样,他的那个东西不能用继时来解释 丁总,我可以参与讨论 我的后继时吗,新加坡的 不是,他这个很简单,就是继时解释不了了,只能用后继时来解释 就是后继时是跟主观的继时记录一样的东西,那他不会变得很长 但你可以说是主观,也有可能,曾汉他有可能是主观 但是换一个人他可能就不是主观了 他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继时 主观不就是继时吗 他只是跟原来的继时不一样 我觉得有批的羊皮的狼的嫌疑 其实他要比继时计时呢,其实也是,其实就是说拍下,让别人看到,引发思考的一个过程 其实继时也是有这种功能性和特性背负的 那么,他在后继时,就是或者说这个说法,我们现在还没去硬件,还没有大量的作品去,去来反应的情况下面 我看到曾汉这样的工作,我觉得他可能借用了继时的一个外衣 或者说不是借用,他的工作里面就是天然的存在的继时的这一层外壳 那么,所谓的狼呢,就是羊皮就是继而有之的,几十年以来的继时摄影的样子,是一样 或者,做法,工作方式,所谓的狼就是增叹的心 对我来说,他非常大的一些主意,比如说民生啊,我们的历史啊,对不对 然后,小到跟我们个人也有关,大到跟我们的民族,整个历史,这个国家有关 你从教魂系列的,左和右,黑和白,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状 一边是老人们,一边是年轻人们 但是,他们又是来自于,这个,就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城堂中特有的,可能两个级,两个级吧 一个是,发展相对之后的农村,为开化,开化程度比较小 一个是极端,极端发展,可能在中国范围中,最,因为 79之后的,最早的一批,所谓改革开放的城市里面 然后,也是在那个时代,刚刚包包落地的,长大的孩子们 不管是那个城市范围,就是说那个地理背景 还是,那个地理背景下面出生的人们,都是新的 他们与他们的城市一样新 对不对,然后,这两组,正面相,就两极的正面相的并置 或者说作为一个,一个,一个考虑,一个工作,一个引发化情的方式 都可以,我觉得是这样 那么,嗯 因为这个责任感源于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你,当你在选择这种创作方式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已经,你想,你要,为什么要发言 然后,这个责任不是简单到一个,说对一个什么 比如,对一个社会问题发言,然后对什么样的问题发言 它可能会,会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说 你可能你,你选择了这样的创作方式 那可能你就是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对现实 包括,以前,将来就这样 我觉得像他在拍 不要这样发问的一个问题 他在拍,然后我又没有,我只看到过一幅 他现在已经可能拍到第三幅,第四幅的那个长卷 又是不一样的 长卷就是什么样 它就是风景 酷山水 酷山水 山水,他一开始跟我聊的概念 那个时候还在95年 95年我们在做原点的他的个展 95年,你还不认识我 不,05年 05年,我们还在做原点,包括丁大文也参与了 就是说,那一次我们 我们一起开车去 去拍一个也是破房子嘛 那是他更早的一个工作计划人员一团 但是他在那个,那个时候就提出这样的想法 那是两年前,丁大文也在 然后就提出这样的想法 现在已经实施到可能第四个作品的拍摄工作了 那么我总的感觉 我看到过一幅 也听他聊了 段上去聊了两年多 每次见面都会聊起来 而且这个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教魂系列 和前面 就是02年那套片子又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跟那个05年做的那个世界也不一样 更不一样 更崇尚 还是更记录 都不是 都不是 就是说,在于我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 对我来说 所有的概念 都没有办法疏 就不会疏服我 就我不会为某个概念去 就是你是因这个 所谓的概念是 评论家后来给你加上来的 你就只是在记录吗? 我不是在记录 我就是说 他在用思考 就我是用影像来思考 用影像的方式来思考 这个就是 思考我 我想要思考的问题 包括 比如说 最早的时候 我在98年 刚刚 做摄影机的时候 那三年 台南很大量的那种 就是 有一点类似现在 过来LOMO 那种方式的 照片的时候 那个是一种 就是 也是一种思考 但是我那时候 我的所有的状态 就是那种 速度 虚幻 然后内心 感觉 是那样一个 一个状态下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 去拍照 所以我就用 小包机 用什么各样的 乱七八糟的相机 过去交转 都可以用 然后我拍的方式 就全是街头拍照 或者就是 很无聊的 小角落之类的 就是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或者死人也有 鲜花也有 是吧 做出的这些表达 你觉得你当时 是什么状态 因为当时的状态 就觉得 其实 还是 当时他对器材不熟悉 挺青春期的 然后就是在玩器材 挺青春期的 这个 这个大家都 都有过 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 你找不到出路 其实你就是对器材不熟悉 你现在和当时 你回想起来 因为我现在 我就很明确 我觉得感觉好像 我某条路 我已经很清晰了 现在他就是对器材 另外一方面不熟悉 开始玩另外一种器材 那个时候觉得 135120 关掉关掉关掉 现在开始 617不够 624 然后现在要大幅 大化幅 他就是玩器材的人 就完了 他玩某一种器材 就出某一种做的 继续继续继续 可以了 可以了 结语多好